你十分钟之后出门 在医院附近的咖啡馆 我们见面谈 我有急事请个假 剩下的病患你自己看 很快灵异便来到了医院旁边的咖啡厅 她到的时候梁若虚已经在这里等待 显然梁若虚很是着急 出了事也要慢慢解决 慌慌张张地干什么 发型都乱了 现在不是疗我的时候 梁若虚探到H2持股的三家国际药器 以及另外H2合作的药器 全部宣布了提价的消息 灵异看着资料很是生气 提价的25种进口药会大大增加百姓的生活成本 梁若虚无奈到所以她才来找梁若 想问问她有什么好办法 灵异淡淡一笑 她问梁若虚是否完全相信自己 梁若虚郑重其事道 只要灵异有办法解决 她就完全相信她 你去下道命令 权限切断和他们的所有联系 大不了一拍两散 进口药的事情是管理部来负责的 地方部门没资格插手 药品的进出口你管不了 但在出进部那里 你说话能好使吧 顺便再通知各大三甲医院 加大这25种进口药的进货量 越多越好 我知道怎么做了 你是想在她涨价之前 多囤点货 留着以后用 灵异摇了摇自己的手指 她表示不是要囤药 而是等他们的货一到出进部 就全部扣下来 这样中海的码头 起码能咬住他们八成的货量 梁若虚有些不明白 这又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 灵异坏笑道 首先他们没有暗示交货会违约 其次她会放出一些消息 让他们的骨架腰斩 这将是一场动摇欧美金融的大恐慌 灵异 玩得是不是太大了 你整理一下资料 把那六家药企的名字 和药品的所有资料都给我 没问题 我现在就回去安排 两人谈妥后就离开了咖啡店 梁若虚上车前突然郑重地说道 亿万名声续医生 一切拜托了 放心吧 我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的 灵异看着梁若虚开车离去后 他心里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 他直接给曹静秋打电话 既然他投资了蜂蓝文化 就得给他们找点试作 没过多久 灵异就来到了蜂蓝文化的左右 曹静秋看着突然杀到的灵异 他心里十分警惕 灵异表示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将一份文件发给了曹静秋 他需要蜂蓝文化找点水军发布消息 曹静秋尴尬地表示 这件事有点特殊 不能使用国内的服务器 否则容易摊上风险 灵异突然靠近曹静秋 这点小事他可以解决 他可以直接用曹静秋的电脑 你还懂黑客技术 我会的东西多着呢 那我倒是想问问 林总还会什么 我是华山医院的心外科大夫 欢迎挂号就诊 怎么可能 这个男人 到底什么身份呀 两个小时后 灵异敲击键盘的手指什么想法 他表示已经把网址做好了 接下来投放信息的事 就交给曹静秋 曹静秋答应到 他会跟市场部的人商量一下 争取把效果最大化 灵异表示 他不会管曹静秋如何操作 他只想看到好的结果 凭大哥的智商 怎么可能玩得过这种人啊 中场面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